大家好,我們今天來到寶馬山石鑑 怎樣上來寶馬山石鑑呢? 其實很多影片都有詳細介紹 我就不特意在這裡說 其實都很簡單 只需要在寶馬山巴士總站對面聖精德學校旁 這條路走上來就可以了 我們現在一上已經上到這個終點了 那就是寶馬山石鑑 本來這裡有一個涼亭 不過他現在正在做裝修 那其實你就可以沿著這條石鑑 其實上到很高很高都可以 不過我今天就沒有什麼裝備 那我不打算上到最高了 那但是呢 這段路其實也不算難走的 你帶小朋友來其實也可以的 那我們現在走一點點 我們現在向前面這個方向去走 出發了 好了,我們現在就出發了 那你最好就是有一點點裝備 但是如果沒有的話 那你穿上一些波鞋 啊,登山鞋 最重要就是小心不要滑到 那你沿著旁邊這些小小的石頭 就可以走過來 都很輕鬆的 好了,現在我們就繼續向那個方向走 好,那我們先去走 看見一下 那我現在就終於看見一下 每個人的女朋友 好為甚麼 好,我走到現在 往後 來 都 朝 這 後 飛 也 好,我現在就向上再進發 不過我真的去到差不多要停了 因為真的沒有裝備 登登,來到了,我們已經來到頂了 其實你看看也看到有些小朋友已經上了在上面 所以其實難度也不是真的很高 你可以看回我們沿著下面這些石間這些小路 其實就很容易可以上到來 上到來之後就可以找一塊石,坐一下,喝一下,吃一下 好了,走多一點點,因為人總是貪心的 其實這裡有一條的秘密小路 但真的要小心一點 這樣就可以穿上剛才小朋友坐的石頭那裡 好了,我們現在這裡其實還可以上多一點點 對啦,小朋友也上到,沒理由上不到的 對啦 那就上到這個很棒的位置了 那這裡呢 嘩,如果你再看下去呢 其實也有點害怕的 正不正啊 那你當然可以走過對面這些位置啊 打壓卡啊 那也可以的 或者你繼續這樣走上去 上面那個信號山啊 上面也可以的 在這個山上呢 下回來的時候呢 下到這個中間有一半呢 就是這個 涼亭的部分 那這裡當然是有一個分岔路的 那你這裡繼續走呢 就去另外一個方向的 那這裡其實呢 有另外一個打卡位的 那我們呢 就 看一看 這個打卡位呢 其實就是說呢 剛才那一條的溪間呢 就在這邊 那就流到來這邊 那你打卡的話呢 你可以順著呢 沿著這條路 旁邊下去 當然呢 要小心一點的 都是那句 我都很小心 最重要不要滑了 不要滑到 那這個慢慢下去就可以了 好 那繼續下來這裡啦 那其實你就可以在這裡 拍照也可以 或者在這邊 拍下去也可以 那這個也是一個 很漂亮的打卡位來的 那是不是很簡易呢 這裡 這個 行山呢 30分鐘至1個小時 已經搞定了 簡易行山版 最後多謝你的收看 記得Like Share 和Subscribe我的YouTube Channel 拜拜 打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